根據即將推出的性罪行查核機制 現階段會容許一些社福機構和企業 例如學校和弱能人士的機構等 在聘請僱員的時候要求申請人 提供有沒有觸犯過性罪行的記錄證明 因為這些機構的僱員 經常有機會接觸兒童 或者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 有社福團體歡迎新機制 但認為長遠必須強制立法 機構可以選擇做 或者可以選擇不做 他覺得你太繁複了 又要一個新的同事 即是那個Prospective Employee要付錢 又要上去政府 政府去Police Department 打字幕 他覺得很繁複 他說我不做了 那你不可以捐他的嘛 你沒有法例是吧 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 向社福界代表簡介新機制之後 表示機制可以試行一段時間 等法改會討論之後 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立法 法改會其實他提了臨時的建議報告書之後 他們也是就著立法這個問題 繼續進行研究和討論 我們期待法改會在他公布了他最後的報告的時候 我們會研究和積極地跟進 黎棟國又說 明白家長聘請私人補習的時候 也可能會有憂慮 會在試行後檢討 我們都很理解到很多家長 他們是聘請一些私人補習的導師 他們都很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機制 當我們這個機制行得暢順了之後 我們下一步經過檢討 就目標是開放給其他有需要使用的人士 剛才你所說的家長 就會是我們的目標 新機制要求求職者 自費向警方申領沒有觸犯性罪行的紀錄證明 而有關的證明會以密碼紀錄 之後再交給僱主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的僱主會使用這個機制 香港公文電視記者 廖正麥報導 更新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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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